起床 在这么美的山里面我不要吹懒觉 第一次睡这么大的帐篷 感觉比家里睡得还舒服 这么大的洗风湿 昨天山里也是下了一夜的雨 今天是6月21号周一 早上到5点20 所以说山里蚊虫比较多 你看这个窗帘也非常的好 繁忙清晨的山里 雨后空气更加的清新 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早上我们洗漱一下 然后我们到处走一走 现在又在下雨了 早上就不关了 等雨停了,有点管管啊 清晨我们在美丽的桃悬谷 外面下着雨 空气这么好,景色这么好 早上我们必须喝点早餐 空腹还是喝点桥买茶比较好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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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喝 喝早餐必须喝点生姜 这个姜菜喝茶也是不错的 这点好啊 鲁鱼 露音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在山谷里切有限的盒子茶 在桃圈谷露油 做着这么宽大的占卜 水电漆,洗澡间,啥都有啊 这里的环境犹如世外桃源 这么美的环境中露鸣 确实也是真的很难得 鸡蛋也好了 早上就吃凉鸡蛋,喝点茶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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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还在下着下鱼 正不下鱼 带你们看一看套圈谷,绽放硬地 然后中午在这里,烧两个菜 喝点酒 这感觉啊 所以我呼喊东西呢 要的就是优鲜 衣食感 小鸡蛋 早上要安排起来 两块差不多啊 不要吃太多 早上还下雨 现在太阳又出来了 这几天终于见到了久远的阳光啊 好,我们去到桃花果 到处走一走转一转啊 把门链关起来 走,白狼,逛一逛 这几天都下雨啊 这个太阳一出来 感觉还有点热 在山谷里面啊 如果在阴凉地方 还好点 风吹一下啊 还是比较凉快 那到太阳底啊 还是有点热啊 那前天啊 我从这边啊 底下的民宿 从这条路 偶遇啊 这里 桃圈谷 接招牧营地 这块招牧营地啊 是因为这个山谷啊 它分三下 两边 一个是静态 那这边呢 就是动态 所谓的动态是什么呢 就是烧烤区 这个烧烤比较多啊 这边一个小栅目 这边一个天幕 底下是桌子 板凳 你看这两句话 写得多好 在城市边缘 在山野之间 真正的自由 没有天花板 哈哈 好 这句话写得好 这个底下栅目营地啊 我感觉啊 都是年轻人来这里烧烤 然后呢 就是单位盘卷 比较多啊 莫莽回走啊 这个桃圈谷 我认为它就是桃花谷啊 你看这里都是桃树 晚上走都是桃树 桃花生开的时候 这里一定是四外桃圆 这个路还是蛮好的啊 从山外有一条路 都是水泥路 直接开进来 走到桃圈谷这顶里面 还有几户人家 这边还养蜜蜂 你看这桃子长得多好 这已经到了山谷的顶里面了 在这里露营好 没有菜在这里还能买到菜 你看辣椒 这边杨猪的竹菊 你看这个桃子长得多好 回帐篷 你看我的小白狼 在这个地下 这地下凉了两块啊 准备烧饭了 把这个青菜啊 拿到帐篷餐厅 那边去洗一洗 这里面就是营地的餐厅啊 昨天我们都在这边烧烤的 大家都很熟啊 这边是鱼汤 怕有油烟啊 我把桌子搬到这个台子下面来了 碗烧凉菜 一个青菜 一个鸡 小纸鸡啊 咱还没发动呢 天太热 我也不敢把菜烧得太多 就烧着凉菜 如果去弄了 再烧个肉汤 现在两个爐子都拿过来了 这卡式爐子做饭 做炉炒菜 炒个纸鸡啊 倒入香油 自己倒入香油 把鸡的手绳全部炒出来 把六点金黄啊 这样就可以了 烹饭白酒去腥 蒸葱 老抽一点点 再两块炉酱 鹽一溜溜溜 白炸糖 增加蒜子 这个鸡尽量给它多炒一下 放五三千水 十分钟搞定 好 OK 好了 转盘 炒凉菜啊 炒个蔬菜 万一青龙来不了 来不了呢 就凉菜啊 倒入香菜 炒入腌 让它来的 鸡精来的 OK 转盘 洗一下 然后准备蒸酒 太热了 把冰箱里面拿一瓶冰蒸啤酒 全都安排好了 准备蒸酒 四个菜 南花豆 咸菜 子鸡 青菜 白蓝吃的饭 隔壁边给它凉着 这么热的天 必须喝点冰蒸啤酒 你看 这个山里白天还是很热 所以吃饭 稍微吃点 太阳还没下山 但是我这边 帐风把太阳挡住了 你看我这寒 这不停在猫啊 喝点冰啤酒啊 哎呀 舒坦 这天太热 这个喝白酒啊 有点难受啊 把不客气要来一杯啊 热的心里啊 发黄 前几天下雨 哎呀 这里很凉快 你看这个从 快到中午的时候 这边就天晴了 一直太阳很大哦 吃点青菜 是白蓝吃的饭 它的够碗在底下哦 还是我来把鸡肉砂垫 你吗 就可以了 尝一尝我烧不 这个直击啊 这个哈 这一块鸡肉砂了 我就是要的是这种感觉 这种仪式感 仪式感的录音生活 我是特喜欢的 哎哟 啥 好了表面凉了 搞几块鸡肉把你吃 不是骨头啊 把这肉给它吃 这么多差不多啊 过来摆了 其实会要录影啊 夏天在外面真的不舒服 好在我这里啊 有电有水 还能洗澡 但是白天啊 在这个帐篷里面还是很抗的 现在出点汗还没事啊 喝点酒出点汗舒服啊 然后到青棕那边有个浴室 在那里去洗一下 青棕期间准备我们整齐喝酒了 它晚上有饭具啊 它晚上拧到棒啊 我就感觉整在这里面 自由自在 像这种这么好的云地啊 非常难找 桃轩骨 其实它就是个桃花骨嘛 真的 这个叫桃花骨里面 抓完还是很凉 来 白酒给蒸一口 哎呀 今天是周一啊 通常我已经回去了 这段时间没什么事啊 这个桃花骨这么美 今天是周一啊 我想在这里啊 多待几天 周四多周五啊 可能又要下大雨 嘿嘿 我感觉还是下雨好啊 凉快 这天清了就热了 夏天啊 我就喜欢待在这种啊 山里面 喜欢户外露营的朋友啊 如果夏天出去露营 一定要找有点有水的地方 否则的话 你一天都带不住啊 真的 真的 这么多菜我也吃不掉 他在我一个冰箱啊 早上吃了两个鸡蛋 中午吃了一碗面条 这碗喝了酒我也不想吃饭 做了一锅饭啊 也无所谓啊 饿的时候就吃了 天太肉啊 就一杯白酒 一瓶啤酒 不能再喝了 太肉感觉喝了也不舒服 喝了也喝了 晚饭我也不吃了 如果饿了晚上随时都可以吃啊 好 湖外露营啊 一个人啊 就这么自由自在 什么时候饿了 什么时候吃 也没有什么时间讲究啊 好 大家晚安了 把这还有一瓶啤酒 喝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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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一下 然后就到那边餐厅啊 青龙那边 洗一下啊 哎呀 哎呀 舒坦 收拾一下啊 收拾好了 菜都用保鲜膜把它掏起来了 饭在这里也吃不了 待会儿呢 去洗个澡 这个大杂木啊 好在你看 四周都有窗户 把串帘拿起来 早也洗好了 衣服也洗好了 明天如果我不走啊 就在这里啊 钓钓鱼 好不好 哈哈 这三地啊 白天还是很热 晚啊 早晚都是很舒服 非常舒服 帐篷的下面一块 烧烤 现在我知道了 晚安都在底下烧烤 青龙刚刚又回来了 叫我到底下陪他一起 他有几个朋友过来了 叫我到底下晚安一下 吃吃烤烤 我就不去了 我这个帐篷里面也很文心很舒服啊 这么大的帐篷 他这里也喝喝茶 我这里跌风扇都没开啊 晚上跌风扇都不要开的 但是文言一定要点上 三点二分之多 做帐篷里面喝喝茶啊 也是很清晰的 我拿了一瓶啤酒 在冰箱拿了一瓶啤酒 不用开瓶啤酒 瓶啤酒啊 喝的舒服 山里这么安静啊 这么大一个帐篷 我做的里面也安安静静的啊 在那里喝点茶 喝点啤酒 嘿嘿 也是很舒服的啊 如果明天继续在这待一天 我就 我刚才说的那个小鱼塘啊 在那钓钓鱼也还不错啊 不行明天在这里啊 再待一天嘛 好 炸一碗们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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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呀 嗯